Hello 大家好 我是凯奇 欢迎回到和凯奇一起做战术 那么今天我们还是先来看一张照片 但是今天我不会给大家设置任何问题了 因为我比较nice 那么大家现在看到的这个棋子 是应该说人类历史上最贵的一个棋子了 大概相当于今天的1.2million 就是120万美元的这个价值 那么这个棋子呢 目前是在这个英国的大英国物馆 然后据推测应该这个棋子被雕刻在1150年到1200年之间 是一套国际象棋当中的一个棋子 那在1964年的时候 这个棋子被一个古董商以5英镑的价格 相当于今天120美元的价格买下 然后后来这个收藏家去世之后 就把这个棋子传给了他的女儿 那么这个女儿有一天在收拾自己抽屉的时候 发现了这个棋子 现在这个棋子被估值大概是120万美元 太酷了 我希望我的抽屉里也有一个这样的棋子 好 那我们继续开始 上一个视频当中呢 我们做到了2571 然后继续了 对方马一四 我吃他 他也吃我 我不吃他 他也不吃我 所以轮到我走 我看看我走什么 我可以把后躲开吧 对吧 或者是临死之前吃他一个这个 看一看 现在有没有更好的 后位二我觉得不够完美 不够爽 赢的不够多 看一下有没有其他招法 吃B6 吃B2 没齐了 把后躲开就行了 我突然意识到 我的马这是一个机霜 我的马除了威胁对方的后 而且还威胁对方的车 对吧 所以后位三 钻进去 然后斜线 然后那就 等一等 那就换掉 换掉 然后你吃 但是人家这个兵很厉害 我突然发现 我们可以车A2吗 车A2可以 他将我 然后我们就 电池 好 我觉得车A2吧 后将就向F1 后E3的话 你还可以车F2 我的天 最简单的没看见 车A2人家B1了 sorry 我的错 车A2人家B1 后B4 然后人家A1了 sorry 那肯定不行的 那吃就可以了 太简单了 车A4吗 我刚才在想 马F8人家B2 但是在这的时候 你可以先车A4 对方B2 你车B4就拦住了 对这就赢了 好下一个 马到E5 向吃12 车吃12 F6 那就赢了 多子了 吃掉 下一个 这个局面 我觉得对方 不行吧 将 肯定没错 然后你可以后F3 但人家回去 但是车F2更好 王车F2 后H2 把后抽掉了 下一个 王兵残局 那就冲就赢了 不用看别的 而且你只有冲 王E5 那就王B7呗 用这个兵吸引对方的王 然后我们的王走向另一 这个典型的远兵赢进兵 但是要看一下冲走这 还是先往F6 走走走走走走 肯定往F6就赢了 下一个 2600了 F6 为什么要走这步呢 你不要你的傻瓜斜线了 马G7是不是就赢了 马G7 王G7 后H5 因为他没有G6了 王E7 然后相比斯 腾格 腾出H5 然后你现在如果这样将的话 人家王D6跑了 所以先这样将 然后让他的王跑不出去 下一个 后到F5 我们没有了后 但是车和双向又配合 车C6 B C 然后向A6 车C7 那走这的话就直接多子了 吃 王B8 然后看一下 去哪去闪江 车C5不行 因为又画F4 所以我觉得回到C4 然后 王A7 再横向江 再竖着江 王B6 然后再向E3 Game over 然后他只有画F4 这个更简单了 下一个 车E2 那我底线一抓你 你起步这个要丢掉 但是我哪个车家里呢 而且我要注意我的底线 我也是有底线的 注意自己的底线 backrank 车E8 还是 这个车 还是这个车 都可以 我没觉得有区别 有区别吗 好像没区别 再想一下 还是有区别的 还是有区别的吧 如果你这个车的话 对方车第6了 一顿乱吃 然后你要是车吃 人家车你 吃你底线车了 所以车F1 是错的 因为对方有车第6 大家可以想想 是不是这样 所以我要是走这个车 对了 然后不能吃 因为对方F8 所以你要先吃这 再吃 下一个 多半子 这个兵厉害 但是他现在要将我们 将我们实际上也没事 但是 不想让他将 对吧 所以我们可以先向F7 或者是向E2 先把它将开 或者是直接就不管了 就冲 我觉得直接冲就可以 管他的 没有什么比变后更重要 如果有那就是变两个后 冲吧冲吧冲吧 管他的 怎么了 怎么了 为啥冲不对呢 冲 将 王H8 我看你没骑 走这儿 然后我就将你 我不赢了 哦 他长将 sorry sorry 我一冲的话 他将我 然后王H8 他继续将我 我忘了他 诶 那我向G8呢 王G6 E2 然后H7 哦 我忘了他可以继续将我了 我忘了他可以长将了 所以我不能够让他有这样的机会 他的王H车特别特别远 所以我也没有这种 我也没有抽姜的可能性 对吧 我也没有抽姜的可能性 但是 我应该还是有一些东西的 他下部要将我 我已经知道他要干嘛了 我可不可以走这儿不让他将我 但是他车一走开 还是要将我 所以向F7 王G5 E3 车B7 E2 车吃 走这儿 他H7 王吃一吃 变后变后 要赢的吧 或者向E2 但是我不喜欢向E2 是因为挡住了我的兵 向E2 王G5 马F 对啊 挡住兵了 所以向F7 王G4 那这个就更简单了吧 直接冲兵就行了 有的时候这个题怎么这么简单 好 下一个 向E11吃我 那我向E6 所以他这个还是很给面子 就像我们之前说的 做错一个 然后他就给你几个简单的 会让你觉得没那么不爽 对吧 所以还是向E6 将军 而且压住对方的E7兵 不让对方的向乱动 然后在这的时候 马B5不行 因为人家王E6跑了 所以我觉得是F5 威胁两个杀王 一个是马B5杀王 还有一个是向F4杀王 后吃 然后向F4了 CD 那向B4不就简单了吗 等一等 他王E2 看一下啊 浴室不要慌 他王B2的话 王E2的话 然后上向就可以了吧 对吧 下不向B5 或者后C6行不行 后C6的话 然后抓他的向下不后B5 但是他有个电影像 还是用我们的像讲比 比较好吧 但是他又 他又有A4 看一下啊 我觉得好像后C6是 后C6更好 后C6更好 因为他后D3 换掉马F2多子了 我们要不要多子 当然要 为什么不要 对吧 而且你向D7 人家A4 你现在没有向B5 后过来 哎 也算我对了 给我加了一分 但是不是最好的 可能后D4 后D3 然后他电脑觉得 我的招法不是最好的 但也可以啊 还有什么其他期吗 那就是向D7 我看到 他A4呢 再走后C6 有区别吗 我没看到有区别啊 后C6如果不对 那有什么是对的呢 那就是向D7了呗 我突然发现 后C6 对 后C6我觉得没有问题啊 如果我比赛里面 我可能就会走后C6 尤其是如果你时间 比较少的情况下 但是电脑可能觉得 向D7更好 继续保持攻势 后B3 向B5 然后马F2 对啊 好吧 下一个 又是一个残局 直接简化就赢了 因为我们B3冰的冰前关键格是A5B5和C5 吃掉A6冰之后正好是可以守住我们冰前关键格的 然后他想要A4弃兵 所以千万不能往B6 往B6人家A4就合了 所以走这儿 然后这时候千万不要BA 因为BA之后你的兵变成边兵了就合齐了 所以王吃 赢了 2647咯 那我们的这个视频就做到这儿 然后咱们下一个视频见咯 看一看下一个视频我们能不能到277呢